我理解你 如果换作是我 呼吸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别安慰我了 我这不是在安慰你 我知道阿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这次 我也一定会守在你身边 陪你度过这个难关 你还记不记得 以前 我总是喜欢在你手心写字 记得 曾经我以为恨过 曾经我以为 我心里这道爱情的开关 也彻底关闭了 可是后来我发现 这道爱情的开关的控制 并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如果想打开就打开 想关掉就关掉 那就不是真正的爱情了 刘极了不知悔改 你就别再给答案 就这样随你开了又关 我冰荒满 既你一别之外 厌所有难言的遗憾 不后悔也不计算 阿爺 我们一起走吧 远远地离开这儿 我不能走 你也不能走 为什么 难道 你是使不得朱家的财产 阿爺 这一切都不属于我们 放手吧 我们一起走 不能走 小梦 我给你看样东西 这是什么 打开看看吧 对不起 现在才告诉你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走的原因 你为你 我不能走 这 这怎么可能 这是一份亲子鉴定书 一直存放在爸爸名下的保险柜里 钥匙只有你妈知道在哪儿 那天她把钥匙交给我 我才知道你才是爸爸亲生女儿 我是周叔叔的亲生女儿 所以妈妈跟周叔叔是 是的 我也是后来才想明白的 燕阿姨一直希望我离开国内 就是因为她以为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她害怕我们在一起 所以才会想尽办法逼我离开 她心里才不会愧疚 所以你回国以后 我妈妈就想带着我出国 而且我一直很疑惑 为什么周叔叔的遗嘱里 会分给我股份 那些是你赢得的 你才是盛海集团合法继承人 可惜爸爸并不知道 伤害早已经存在各种危机 她以为留给你的是财产 但实际上 是一个你无法承担的重任 我可以帮你 我可以帮你帮我 帮你帮你帮你帮我 是一个我们你的帮助